我在這裡介紹一下這一次來的主要的礦場居民 大概來自哪些地方 他們大部分其實 除了今天下午 因為環評303次的大會 要進入審查的專機建基山里 還有玉山里的居民以外 另外還有我們宜蘭 然後還有花蓮跟台東許多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台灣的實況 大概有75%都是在我們的台灣東部喔 非常的密集 那他們大部分來自這些地方 那另外因為主要是 今天來到場聲援我們的稿路委員 他待會還必須回去參加我們的總質詢 那所以我們就先把麥克風交給他 讓稿路委員先幫我們講幾句話 先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就是我沒有辦法就是陪大家到全程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待會就要去質詢 就是行政院長民進院長 那我絕對會把大家的聲音帶盡力打躍 然後向行政院長民權院長提取 那我就留大家所看到的就是 我們現場來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受害者 不管是從這個新竹的關係 一直到我們這個花蓮 武藍還有就是像離我部落最近的 像這個芝雅干 還有台東的西伊傘 以及成功 這麼多的部落的族人跟居民 這麼樣的 周遭勞隊來到幾個月 所以不知道是第幾次了對不對 那我覺得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沒有看到我們所遭受到的 這樣的一個困境跟這個命運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卷進的地區 為什麼 因為這些開礦的地區造成有土石流 有土石崩落 甚至有粉塵 而且在炸山的時候 也會造成我們生命財產的安全 那很遺憾的就是 當我們的環保署長在提這個政策環庭的時候 我們經濟部居然回了一個公文說 不需要政策環庭 這樣互相打臉的狀況 讓我覺得很納悶說行政院到底怎麼了 但是呢 我們其實難道不需要 為我們整個國土的這樣的一個環境的問題 跟以及風險評估做出一些 做出這樣的一個政策的環庭嗎 甚至是 我們難道不需要靠這樣完整的評估 去對於我們一個未來的國土開發 去做出一個這樣的一個決策嗎 甚至說我們小英總統說 我們期待要追求的 是永續發展的經濟模式 能用這樣的經濟模式 居然是 說我不用做這樣的政策環庭 就要去回憶我們小英總統的誠意嗎 其實我們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需要的就是有一個安居的樂園 可是呢 現在我們政府所對待我們的 卻往往的 跟我們當初所期待的新政府不一樣 那我在這裡另外還要再強調 就是 畢端自己也在做一下 就是